斗罗大陆中,史莱克奇怪的绅士一直都受到漫迷们格外关注,史莱克的父母、家族也时常会被拿来比较。 在动漫中,唐三一行人的绅士可以说都是非常传奇,其中宁荣荣贵为妻保留黎宗的千金身份和戴木白为新罗帝国王子的身份,更是十分显赫的存在。 除此之外,小五的身世也是不凡,而唐三的父亲唐浩更是斗罗大陆传奇般的人物,正是威震四方的浩天斗罗,是众人敬仰,追求的存在。 唐三在父亲光环之下,成长的道路也顺利不少,对他的成神之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父亲对唐三爱护有加,替他挡走了一些困难,另一方面,唐三继承了父亲的天赋,让他有了的天独厚的优势。 其实,除了唐浩的强大血脉力量之外,唐三的天赋还得益于母亲的血脉传承。 要知道,唐三的母亲并非凡人,而是有十万年修未受蓝银黄。 而唐三从母亲那里不仅传承了蓝银草的武魂,还继承了母亲的幼腿骨。 完美继承了这两种强大的血脉,再加上唐三的坚定的信念,使得唐三成长为斗罗大陆第一强者成为必然。 如果说拼爹,应该不能能及唐三,但是唐三的母亲却不是最厉害的存在。 同辈之中,千韧雪的母亲的实力和影响力,要略胜蓝银黄一筹。 要知道,千韧雪的母亲就是地位显赫的比比东,其实力绝对是斗罗大陆上最厉害的母亲。 然而,千韧雪的父亲相比唐号的实力却差得可不止一心半点,曾经千寻集在与唐号的对战中战败。 而且受了重伤,更是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导致了千寻集的陨落,从此就埋下了难以解开的恩怨。 和唐三类似,千韧雪同样继承的父母强大的血脉,拥有着非凡的天赋,也是年少成名。 但是他的身份也造就了他生来就与唐三成为对立的存在,可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对手。 这样的命运终究是无法对抗,也成为了千韧雪一辈子的遗憾,也让漫迷们唏嘘不已。 喜欢,斗罗大陆,动漫的小伙伴,记得关注一下小编,十分感谢。 斗罗大陆,唐三遵从爸爸的意思,来到铁匠铺打工,却被大家看不起。 话说,唐三来到学院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基本上办妥以后,到街上寻了一家铁匠铺,来当学徒。 因为唐三从家里走的时候,唐浩就告诉唐三,让他安顿好以后,找一个铁匠铺打工。 但是唐三毕竟还是一个小孩,虽然他确实跟爸爸唐浩学习了很多的本领,但就他那小身板,相信不熟悉他的人。 都是不会相信他的,估计他都还没有锤子中呢,如果拿不动锤子,又怎么能够锻造呢? 所以唐三不被相信也是很正常的,都在情理之中。 而唐三一直坚持自己会锻造,所以也惹火了铁匠铺的老板,老板一气之下让唐三自己尝试,本以为唐三会很难堪。 毕竟那么小的孩子,谁相信他会锻造之术呢? 这就好比是一个小孩子,过来告诉你,他能枪天给捅破,你说你信吗? 只不过,我们的唐三却不是一般的小屁孩,唐三可是我们的男主啊,而且从小就开始锻造。 更是得到了父亲的亲传,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惊艳了他们,并被认出,这是乱披风垂发。 是一种几乎失传的技术,所以小编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你有才华,就不会被饿死。 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哦! 斗罗大陆,唐三遵从爸爸的意思,来到铁匠铺打工,却被大家看不起。 话说,唐三来到学院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基本上办妥以后,到街上寻了一家铁匠铺,来当学徒。 因为唐三从家里走的时候,唐浩就告诉唐三,让他安顿好以后,找一个铁匠铺打工。 但是唐三毕竟还是一个小孩,虽然他确实跟爸爸唐浩学习了很多的本领,但就他那小身板,相信不熟悉他的人。 都是不会相信他的,估计他都还没有锤子中呢?如果拿不动锤子,又怎么能够锻造呢? 所以唐三不被相信也是很正常的,都在情理之中。 而唐三一直坚持自己会锻造,所以也惹火了铁匠铺的老板,老板一气之下让唐三自己尝试,本以为唐三会很难堪。 毕竟那么小的孩子,谁相信他会锻造之数呢?这就好比是一个小孩子,过来告诉你,他能枪天给捅破,你说你信吗? 只不过,我们的唐三却不是一般的小屁孩,唐三可是我们的男主啊,而且从小就开始锻造。 更是得到了父亲的亲传,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惊艳了他们,并被认出,这是乱披风垂发。 是一种几乎失传的技术。所以小编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你有才华,就不会被饿死。 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哦! 斗罗大陆,唐三遵从爸爸的意思,来到铁匠铺打工,却被大家看不起。 话说,唐三来到学院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基本上办妥以后,到街上寻了一家铁匠铺,来当学徒。 因为唐三从家里走的时候,唐浩就告诉唐三,让他安顿好以后,找一个铁匠铺打工。 但是唐三毕竟还是一个小孩,虽然他确实跟爸爸唐浩学习了很多的本领,但就他那小身板,相信不熟悉他的人。 都是不会相信他的,估计他都还没有锤子中呢?如果拿不动锤子,又怎么能够锻造呢? 所以唐三不被相信也是很正常的,都在情理之中。 而唐三一直坚持自己会锻造,所以也惹火了铁匠铺的老板,老板一气之下让唐三自己尝试,本以为唐三会很难堪。 毕竟那么小的孩子,谁相信他会锻造之术呢? 这就好比是一个小孩子,过来告诉你,他能枪天给捅破,你说你信吗? 只不过,我们的唐三却不是一般的小屁孩,唐三可是我们的男主啊,而且从小就开始锻造。 更是得到了父亲的亲传,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惊艳了他们,并被认出,这是乱披风垂发。 是一种几乎失传的技术,所以小编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只要你有才华,就不会被饿死。 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哦!